哈喽各位同学大家午安 今天是2023年的10月15号 我们要来看的这个单元叫做 公平争议下的性别平等 也就是我们一直在谈的性别平等 或者说整个社会一直都在重视 逐渐的越来越重视 希望能够达到平衡的这个性别平等 好那这样的一个主题 为什么会被讨论 当然就是因为长期以来 一直有的所谓的女性在职场 或者是说女性怎么样从家庭 走出家庭之后 她所面对的不管是职场 或者是社会上对她的看法 或者是给予她的这一些种种的 不管是帮助或者是限制等等 各方面的状况以及影响 都是女性身为这个社会当中 本来就几乎占有二分之一的人数的这个女性族群 应当要被重视被看中的权利有哪一些 所以两性平等呢 事实上是可以越来越有理性思考的层面的 除非我们不愿意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引入的话语 从人权以及人性尊严的角度来看 其实每一个人都应该要被公平的对待 但是呢我们也可以发现在现实的生活当中 其实并不是如此 性别常常是我们认识许多人的第一步 而我们也会在生活当中因为我们的性别不同 而会带来被不一样的对待 比如说我们对男孩子跟对女孩子可能就会有先天性上 先天上面的看法跟对待上的差异 甚至是期待值也会不一样 对不对 那再长期的累积下来 这一些对待的方式可能会存在着许多不公平的地方 也值得我们去深思以及改善 好那我们除了深思最积极的 当然我们要进行改善 那我们可以怎么来改善 事实上这就是需要大家一起来集思广益 甚至一起来努力的 那我们现在来谈一下 在这个单元当中呢 我们要认识哪一些内容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认识性别 为什么会存在不公平的现象 第二个就是应用公平原则 以检视生活当中的性别议题 第三个体会不同性别者 在社会当中遭遇的处境 第四个理解促进性别平等的重要性 以及做法 再来就是要实现性别平等 以营造公平正义的社会 那事实上这些性别平等 当然大多数人会觉得说 是针对是女性主义者 针对女性的权益在进行诉求 在某种程度来说 我们不可否认是这样 因为先天上男性就占有一些优势了 所以当然我们会感觉到 好像是更多的女性是在诉求 女性主义者在诉求 女性在这个社会上的性别平等 不过我们也必须说 这个性别平等 当然表面上看起来是如此 可是我们也能够更期待 大家一起来思考 两性平等可能真正的 不只是女性获得平等而已 而是男性也如何获得平等 不是吗 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开始进到第一个part